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阿波羅網報導 打中共臉啪啪響 日媒採訪中國股民 如何看日本股價 綜合報導 實在沒辦法 習近平和李強赤膊上陣 大曝光 繼續發酵 北京這次損失難以估計 美左派州政府仍有數百億公共養老金投資中國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2月25日星期日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一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上的CC按鈕 即可打開字幕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打中共臉啪啪響 日媒採訪中國股民 如何看日本股價 阿波羅網報導 2月22日中午12點32分 當行情屏幕顯示 日經225指數 前所未有的觸及39,029點時 野村證券東京交易大廳交易員紛紛其力致敬 有人擁抱 有人歡呼 有人抱以經久不息的掌聲 日經225指數22日收盤大漲2.19% 爆39,098.68點 衝破1989年泡沫經濟時期 歷史最高收盤記錄 隨後 日本電視台採訪了中國股民 日本記者的問題是 日本股市刷新最高值記錄 你怎麼看? 一位中國男士只說了一句話 健康的永遠是健康的 他顯然指的是日本股市 不過他沒有說中國股市健康與否 而第二位男子的回答則帶有另一種特點 他說 從宏觀啊 國際啊 經濟啊 地方的一些 趨勢了的一些一些 一些一些一些判斷了 他一句話兩句話說不清楚 日本主持人此時在節目中說 與此同時 中國大陸股市長期持續低迷 股民們也希望股市能够復蘇 而接下來出境的中國男士這樣回答說 我 我 我對中國股市還是抱有有的 就是在不久的將來還會有一定的機會的 阿波羅網記者注意到 這位男士在鏡頭前沒有說出希望這兩個字 是日本記者給他補充上的 這個小的細節或許更能反映男子的真實想法 那就是這個希望實在渺茫 以至於他都難以說服自己 所以他下意識地回避了希望這兩個字 實在沒辦法 習近平和李強赤膊上陣 阿波羅網記者孫瑞厚報導 中國經濟持續放緩的一個最新信號是 兩會臨近之時 中國各地方政府在過年前閉幕的地方兩會上 陸續公布了2023年經濟發展成績單 以及2024年的JDP增速預期目標 根據官方出臺的數據 中國31個省級經濟體中 有17個未能達成2023年JDP目標 法廣報導 中共黨魁習近平2月23日 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稱 加快產品更新換代是推動高品質發展的重要舉措 要鼓勵引導新一輪大規模更新和消費品以救換新 物流是實體經濟的筋落 連接生產和消費 內貿和外貿 必須有效降低全社會物流成本 增強產業核心競爭力 提高經濟運行效率 緊接著習近平講話之後 李強次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 研究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資的政策舉措 部署進一步做好防範化解地方債務風險工作 經濟學者賀江冰留言說 設備更新遠不如思想更新與管理層更新 美國註冊審計師64親力者李恆青說 面對當前惡劣的經濟形勢內卷嚴重 投資回報率 商品利潤率都大幅縮減 哪裡有錢更新設備 降低物流成本呢 當局一天到晚出台新政 每一個見效 原因很簡單 都是拍腦袋政策 將治國當兒戲 有效才怪呢 知名獨立評論人士蔡盛坤認為 促進消費 擴大內需 中央政府喊了好多年 但人們普遍的收入增長緩慢 人均年收入不到5000美元 人們拿什麼來消費 戴溫外表示 問題是 無論家庭還是企業 甚至地方政府都被債務壓得喘不過氣 根本無力消費 需求端乏力 靠拉生產端解決問題 根本就是客舟求見 大曝光 繼續發酵 北京這次損失難以估計 16日 Kithub上匿名發布近600份文件和聊天記錄 是中國安巡信息公司內部文件 揭露其作為網絡間諜組織 這些文件顯示安巡大規模黑客入侵 全球多地網絡 包括亞洲 澳洲 非洲 中美洲 南美洲 歐洲及北約 窃取數據 美國聯邦調查局認為 這些資訊提供了中國網絡間諜活動的海量資訊 顯示中國間諜活動的規模為世界之最 22日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否認 中共與安巡公司有任何的聯繫 中共表示中國反對並依法懲處任何形式的網絡攻擊 法國世界報週五23日基於法新社報道而撰寫的文章表示 北京的否認很難令人信服 因為表明安巡與中國政府有關聯的證據太多了 英國政府與巴黎政治學院均為受害者 法國世界報另一篇文章則寫道 安巡是一家相當低調的公司 但它與中共公安部的聯繫是得到證實的 自2019年以來 它一直是中共公安部的官方供應商之一 截至目前 安巡公司內部文件外泄事件已在海外輿論場上發酵 眾多外媒先後報導了這起事件 而中共警方已開始調查 這起黑客組織文件泄露事件 此外 安巡公司已關閉其網站 並清空了其官方微博的所有內容 21日 美聯社的一名記者看到 但成都子公司仍營業 貼著的海報上飄揚著中國共產黨的黨旗 相配的標語是 保衛黨和國家的秘密是每個公民的義務 美左派州政府仍有數百億公共養老金投資中國 英文大紀元報導 尽管美國聯邦政府限制對中國大陸的投資 未來聯盟數據顯示 過去三年 美公共養老基金向中國投資約680億美元 在美國42個州的72個養老基金中 39%已投資中國大陸或香港 包括敏感行業 加州和紐約為主要投資州 紐約州共同退休基金投資最多達83.92億美元 其次是加州公共雇員退休系統和加州教師退休系統 分別投資78億美元和55.59億美元 其他如華盛頓州投資委員會 賓夕法尼亞洲公立學校雇員退休系統和馬里蘭州退休和養老金系統 也有大額投資 不僅公共養老基金 大學和非營利組織也對中國進行了重大投資 例如密歇根大學 德克薩斯大學和加州大學分別投資了16億美元 在對中國私募基金的投資中 麥克阿瑟基金會 卡內基基金會和安德魯W梅隆基金會位列前茅 今天阿波羅網副頻道視頻內容是 攻擊俄本土首開綠燈 北約秘書長袁屋F-16可轟俄 英加馬送200硫磺兩導彈 在屋香港獨立記者民眾士起第一落驗戰 優西方減軍事支援 突發 烏宣布擊落第二架鵝A50憂鬱警機 影片被曝 中共的決定震驚白宮 中共宣稱重啟熊貓合作 被罵 動物外交不要臉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觀看 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我們也在干净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干净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